各位恒新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月22号新中华新闻 我是林怡婷 新闻一开始 先来看到展金代表中华馆参加全国少年卡丘金标赛 年少昨年在全国金牌中华市党宏国社 为了建立有良的党帝来背后有良的卡丘算数 党宏国社就叫向中华馆政府和郭佑部政策会 现件人工操博的卡丘党 在20号基兴6000克用 未来在有一个到达到卡丘分裂的环境当中 让参加的卡丘基典会越来越好 总经费一千多万 现件这两座人工操博的卡丘党 可以让参加在安全的环境里来认识 中华市党宏国社卡丘队 赞金代表中华馆参加全国少年卡丘金标赛 连赛几年在全国国社卡丘金牌 只是以前 但凡宏国社卡丘队都是在在运动中打卡丘 有安全面堂的移路 为了建议与两个党体来背后优秀的选手 但凡宏国社向政府和郭佑部政策会 兴建这座林洋策会卡丘队 106年开始成立学生足球队 然后在历任张教练黄宝慧教练等教练努力之下 从106年开始就有优异的成绩 在女子队的方面从2020一直到2022 就是中间连三年都是少年杯的全国总冠军 在2022那一年是拿到电军 那这成绩非常优异 所以我们历年一直在争取相关足球场地的改善 希望能够让这个足球的教学活动 能够在学校里面扎根 让足球人才能够更为蓬勃的发展 这是我们共有努力 那在县政府的支持之下 以及立法院的经费的争取 体育署拨款950万元 那当中还有限制的配合款 那我们在接近半年的施工 今天终于启用了 那我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在学校里面 这个学业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然后学习成果很丰硕之外 我们希望说小朋友的健康体育的部分 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这个只有健康的身体 这个才是后来发展的最重要的这个一个基石 中华官提供会卡丘委员会主委表悉 但向国小记者林工超部的卡丘典 能够选手能在安全的环境来带来认识 提升自己的技术 那彰化市东湾国小在历届的比赛里面 他们获得了全国很优秀的成绩 连夺我们少年杯国小逆子组全国冠军有三届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的足球运动人口数也比较多 那县政府在县政府的重视之下 还有我们体育署的补助之下 完成了今天我们在彰化县的学校校园的球场里面 真的有走向国际化 是一个标准的八人制足球场 有两座五人制的标准球场 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 卡丘这项运动虽然在台湾并没有失败 但是目前居是世界上最多人 藏武的一项运动行动 方令委是世界第一的运动 但向国小卡丘队可以有这么好的生意 跟当时的高练的付出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我第一年来的时候 这边还是在一个很平级的草坪 那现在我看到这边有个人工草坪 我觉得这对小朋友来说 还有学校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可以介绍养护的费用 那也可以说就是让小朋友在训练上 他的球不会乱弹 也可以更稳定的有品质 开用电礼之后 好好们安排 请主卡丘到下体验 请主卡丘出比比赛 希望让大家可以做回来运动 养手运动 新中华新闻 北北林中华 彩虹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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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